我先问第一个可以抓着 汪迪 吴雨 你几岁了汪迪 不为了不让我在捉走路 吴雨死了 汪迪大鸡你的大表血 平米巧 哈喽 大家好我们现在到午餐了 到午餐了凌晨的一点半 我要操超油 要去酒店 要去酒店超冷 从夏天到了冬天 我们点了外卖 看这个人极不可爱的样子真的是 天光好好啊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第二天行程 第一天 第一天行程 我们去哪里啊 我们去吃饭 又去吃饭 刚吃完早饭又去吃午饭 已经两点了 我们去吃午饭 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 安排是去黄鹤楼和长江大桥 哦不知道 刚知道 各位看看这个景点 这就是北方 就是回到北方冬天之后的感知 我们来喝长江月色了 给了两个视野 然后我在会员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券 然后免单了 给大家看看我们点的奶油松饼 看上去超好吃 超大一块 我们点的武昌鱼 对 看上去超棒 上来了一整口沟 武汉天气好冷 是的 我不能穿搭衣 明天得穿鱼服了 嗯 我们吃完饭了 吃完下午茶了 为什么地铁里的厕所在炸机口外面 明天就是为了方便一些 如今地铁人 想上厕所的人 哦 但是在里面的好惨 我们去卫星间花了两块钱 在这里拍也很好看哦 各个地图让我们 左拐 还要走吗老婆 长江大墙 王一宝女士 什么大墙 什么大墙 长江大墙 这边呢 英武洲大墙 OK 谢谢导游 你好帅哥 好 没你 帅哥 没你 跟我回家吗 可以 来坐一块五的轮渡 去海那一边 看见天空都是粉紫色的 天黑了还挺好看的 我跟我老婆说 这个是人家的交通工具 王一宝不相信 或者说是人家游客 人家船的地方 谁没事来这坐船 大墙见了干嘛 看外面吃 看见 晚上来吃一盏灯 两年前我老婆吃飞大树的时候 都被辣蒙了 现在已经可以享受香菜了 现在比方倩倩强多了 嗯 也可以 也可以 如下了 sorry 我们回到酒店啦 我们回到酒店啦 写个妆 护个服务 然后就休息了 太累了 今天真的是又逛了很久 在一个晚上11点钟了 嗯 这前头前卸妆好羞羞呀 什么叫羞羞 羞羞的羞羞 你才是羞羞的人双 没凝对 就是素月的样子 还烫着水 看我心肌的睫毛 对对对 嗯好谢谢 嗯 然后我们来用一个面霜 其实我一直以来 我的痘印 还有我的暗沉 以及色素红便 都还是蛮严重了 然后今天冬天 我就超级想变白白 尤其是它超级白 然后呢 我最近就发现了这个 肌肤未来的 377面霜 用起来很不错 它就是一个真空包装的 像这样就是一按 然后它就是 就是正好的一次用量 嗯 主要是觉得它出去旅行的时候 就是很方便 我在买之前 其实也查很多资料 国内有377美白特征的品牌 其实非常的少 然后几乎未来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 并且它这个面霜中 还有的知智脑体技术 可以让这个美白成风 更好地渗透进去 它用起来就是这种 非常轻盈的治理 其实我用了这段时间 能感觉到 我的皮肤都亮了一个度 学生脑的朋友们 就是把它的做礼物 送给女朋友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在情人节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的 那么我们再来抹一个眼霜 你不为我在后面一直打哈去吧 直接抹 我们俩又在点外卖 吃了一天了 我还真的有太多的碳水了 好的 那我们的护肤就结束啦 大家再见 晚安 拜拜 那你之前我们11点半的店 大洋的店 我们就还没赶上 没有吃上预定的热干面 都因为小猪不起床 才不是 怎么才不是了 要不几天起床 你是不是还不起呢 好烫 奶奶呢 我们又回来点外卖了 点了菜银记的三鲜豆皮和热干面 点了蔡林记的三鲜豆皮和热干面 好